星期五上午 终身响起 小朋友们开心走进教室 因为今天 身上来了一群贵宾 这些人从未见过 这里是海拔 2195公尺的 阿里山乡林小学 是台湾最高学府 学校不仅群山环绕 更有全台独一无二的 阿里山神木 今天也是我们环岛列车的 第16站来到了 阿里山的乡林国小 来自台湾最北端的 基隆区与会 在简单介绍后 就让孩子们进行 食育教育的体验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找找看 他的头在哪里 这是他的眼睛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他的头在这里 对不对 头一次摸到小卷 触感软绵绵的 孩子们好惊喜 从认识小卷构造 到手座彩绘小提袋 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 就是呢 我觉得那些脚卷太软了 而且它滑滑的 滑溜溜的 它的头长在自家面 然后它 它嘴巴就是 因为它的走壁架面 它的嘴巴很尖 我学到了 它是从哪里来的 在阿里山神木旁 金融区渔会 时于环岛力车 第十六站 抵达嘉义阿里山 香陵国校 让偏乡地区的孩子 也能感受到 海的味道 到了这个 全国最高学府 我们阿里山的 这个香陵国校 它标高是 1965 这个海拔 那这里的小朋友 山林里面各种的 这个山上的资源 很多很丰富 但是平常比较少 接触到 我们的海洋事物 生态以及渔业 所以说 金融区渔会 今天特别将我们 目前在地正盛产的 这个小卷 带到我们山上来 来跟小朋友 更认识我们的小卷 他的生态 生活的状况 同时来做示范料理 让他们做DIY 认识我们的渔业 这个是我们办理 全国渔民节的活动 最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我们是希望 把我们的食欲教育 带到全国各地 让一些偏向的地方 能尝试到 我们基隆机会的小卷 顺便把 让一些小朋友知道 我们台湾本土的产业 这棒搜网 是如何来抓小卷 我们先开火 除了带来知识教育 还有实际应用 这一堂课 又教孩子们制作小卷烧 旁边也要撒到 每一个都要撒平均 将调好的面糊 加入模具里 再陆续放上小卷 高丽菜 小心翻动 一颗颗小卷烧 滋滋作响 等到变成漂亮的金黄色 就可以起锅 淋上酱油 柴鱼片 最后撒上海苔粉 大功告成 小朋友们迫不及待 品尝自己做的小卷烧 先放油再用面糊 然后再加 小卷 然后加完再加 全把面糊 把球用点 海鲜的东西不只是少 我们的午餐也很少出海鲜 因为我们的午餐 它在运送的过程之中 比较容易损坏 所以今天这样子的体验 让我们觉得说 海鲜真的跟我们孩子 是比较远的 整个就是拉近了 我们的学生跟海鲜的距离 海鲜或者是小卷 让他们从中喜欢上他们 因为小卷烧这种东西 主要是小孩子本身就喜欢 日式的章鱼烧系列的东西 所以夜市卖的好 我们就是推广 让小孩子知道说 其实做这个不难 而且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做的话 他们就会更融入说 他们如果自己出去外面做 他们自己去吃 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以前有做过 我就会去了解它 中午时分 学校厨房内 飘出阵阵的海味 软动小卷解冻后 只要简单的汆烫就可以出菜咯 今天孩子们解老师 甚至是厨房拉马 特别开心 除了原有的营养午餐菜色外 还多了汆烫小卷 那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激动渔会可以上来 这样的一个活动 可以让学生去认识 各种的一个海鲜 然后认识它怎么捕捞 认识它有各种的海鲜的种类 然后可以让学生 虽然在这样子一个很 偏远的一个地方 他也有机会去认识到这样的云产品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金融区议会与金融市政府 联手推动石鱼环岛列车 计划前进全台26个偏乡地区的学校 不但把锁管带入校园 更要让孩子们了解渔业文化与经济价值 我想这是全国第一次 我们这一次也是尝试做看看 我们希望把海洋倒带 带到山上 把海洋文化 把这些鱼业 把这些鱼种 把这些好吃的海鲜 带到偏乡 带到山上 让这些山上的小朋友 也知道什么是鱼 什么是小卷 什么是虾子 让他们更了解海洋 石鱼环岛列车 从基隆起航 跨越山岭 行程累计349公里 将石鱼教育的理念 带到全台海拔最高的学府 石鱼环岛列车 以其独特的方式 将海洋教育与饮食文化紧密结合 逐步实现提高全民 对海洋资源认知和重视的目标 为台湾的海洋教育事业 贡献一份力量 记者黄少铭采访报道